他只是講兩岸定位的問題 跟我們國際空間無關 曾經是扁朝首位陸委會主委 正式踏入政壇 蔡英文選手兩岸事務 對於未來陸委會人選 不急者先底牌 在馬英九的時代 國安團隊是以外交為主 想園建生 想進步衝 那現在的將來蔡英文 可能國安團隊 就可能變成以兩岸為主 根據了解被封為綠營 國安一哥的吳釗燮 曾經擔任過前陸委會主委 內定出長國安會秘書長 在蔡英文主長陸委會時期 小英左右手的副動承 渴望接國安會諮詢委員 國安會能第一時間給總統建議 又不需要到立院備詢 避免政治力干預 是蔡英文屬意 親信擺放在國安會的考量主因 陸委會人選 的確要能夠跟總統配合 得到總統的信任 新政府兩岸鐵三角成形 蔡英文主導下 吳釗憲和副動承能幫忙小英 在兩岸議題上献策 最後再由陸委會主委 貫徹執行 因此陸委會主委 叫偏重功能性 蔡英文講到說 跟對岸之間有些什麼善意 那就是不要找一個極度的 或者獨派立場很強的 那找一個事務官 通常事務官 是沒有什麼太強烈的 這個統獨色彩 再顧兩個月 新政府即將上院 蔡英文向大陸喊話 判多給善意 攸關兩岸的人事布局 被解讀是蔡英文 拋善意的風向球 蔡英文不急著表態 以時間換取更多交涉空間 記者李世堅家園 台北報導